您的胸边怎么摘的呀 谢谢配合 为什么呀 因为它是红色的 你好 你的口红过于艳丽 不符合千顺集团的妆容规定 请您卸掉 小哥哥 你有没有听说过 化妆等于整容哎 卸妆就毁容了呀 不好意思 你要么把口红擦掉 要么离开 面试而已 要这么严格吗 我听说千顺集团的刘总 既会红色 因为有大事指点说 金色旺塔 红色克塔 所以啊 进入千顺集团 一律不能有红色 尤其是那个鲜红色 这个刘总怎么奇奇怪怪的 真倒霉 真倒霉 我带的面试作品就是红色的 唐特助 为什么没有把灯全部打开 是在替我省钱吗 刘总 您说笑了 只是这批新定制的墨镜 是特殊材质款 加强了绿红光 先让您试带一下效果 刘总 家里 公司里 和一些您经常去的特定场合 我都保证没有红色 至于一些其他场合 您配在这款墨镜就可以了 唐飞的冬季物语系列 我要让我的作品 成为经典留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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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来 对不起来 怎么会这样 你好 请问 凯文设计师是你们公司的吗 当然 他是我们潮文设计部的总监 非常有才华 他也是今天的面试官 田田 看你的简历 你之前是一个插画师 为什么现在想做潮文设计师 因为插画是二维作品 而潮文是三维呈现 所以成为潮文设计师 一直都是我的梦想 我们千胜集团可不是造梦公司 要的不是空想 而是有过人的创意能力 这个我明白 就比如宣传墙上 凯文老师设计的猛宠系列 就很有创意 只是有一个地方 我不是很懂 可以请教一下凯文老师吗 你问吧 设计图里 小狮子脚下的荆棘玫瑰 有什么寓意呢 这代表了年轻有活力的青少年 他在凯文玫瑰的荆棘之路上 逆风翻盘 向阳而生 凯文老师 我对荆棘玫瑰倒是有另一种解释 我个人酷爱狮子王 所以曾用狮子代替了老虎 玫瑰代替了薔薇 创作了一幅叫荆棘玫瑰的 猛宠插画 为什么您的这个设计 和我三年前的插画如此雷同 田田小姐 你这是在碰瓷我抄袭你吗 我不是碰瓷 我有证据 我的插画里 还有一个小小的彩蛋 你可以再看一下 你简直是在强词多理 保安 保安哪 你急了 你心虚了 你还叫保安 你有本事抄袭 你有本事承认啊 简直是胡搅蛮缠 保安 保安哪 你 你别碰我 我自己会走 但是我田田 绝对不会纵容你们这种 无耻抄袭的行为 来 为什么不让我进 我要见你们老板 抱歉 我交到通知 不能让你进去 凭什么 我被抄袭了 抄袭你知道吗 就像你生了孩子 被别人抱走 说不是你生的 不管谁生的孩子 请你离开 我 莫名其妙 喂 肉丝 安田 面试结束了吗 表现怎么样啊 是不是靠着你的才华 一鸣惊人大杀死方 我就差杀人了还面试 肉丝 我被抄袭了 抄袭啊 咱们看东方的花朵 造型是同步啊 喂 你那边太吵了 我要去维权 晚上回家再说 我就不信这事没人管了 抄袭我还想赶我走 好 抱歉 我们不能放你进去 算了 我不进去了 那你告诉我 你们老板什么时候上下班 无可奉告 你 警察到达 安保准备 警戒警戒 是 原来他就是刘总 这拽王的气派 还真是被他给撞到 刘总请留步 刘总 你们公司的设计总监凯文 抄袭了我的设计作品 请问您知道此事吗 我拿给你看一下 就是抄袭了这个系列 不必 我没有兴趣看 我的时间 可是很贵的 你是打算放人不管吗 如果公司什么事情 都有总裁处理的话 那这个公司 也就关门大吉了 可是作为总裁 总装手下抄袭 公司早晚也得关门 一起 induct院 刘总 刘总 戎兔 刘总 老板是不是刘总 不是吧 刘总 这 这就冤了